車 香港道道 都是車 and we don't have much space for it either 到當你想擁有一個車牌的時候 已經變成一個不容易的事 我剛剛10月考到我的車牌 但幸好我也是第一次考到 It takes Pass 做人謙虛一點 Hunberg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考車心得 如何預備考試 雖然我也是一個P牌 但也想分享給大家我的經驗 因為很多人都在IG問我 也想分享一點點關於買車的經驗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通常考車你apply要多久才能得到牌呢 如果有我自己的經驗 我就在2019年10月考這個不試 考完不試之後 你就會去到那個counter 他就會馬上排一個 跑車試的日期給你 也會問你想考哪一區 然後他就會 randomly給你一個地方 我就是想考港島區 雖然我不是住港島 But I grew up on the island so I thought I should go somewhere where I'm more familiar with 幸好就抽中了跑馬地 我中學也是在跑馬地 so it was pretty good 他就排了2020的4月考這個路士 But because of Miss Rona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的路士就延遲了 not once but twice 2020的10月我才考到這個路士 In total it took one year but if you want to考牌 我想都是要預約大概9個月至12個月的時間 蛤?原來要那麼久? 是啊 那為什麼又不是去到路士需要那麼長的時間呢? 1. 申請考車的人多 2. 申請重考的人更多 so 如果你第一次考不到的都不要氣餒 因為根據運輸署的數字 大概3分4的人都需要重考 我最初都是跟一個駕駛學院的 and I didn't have a great experience 但是這裡很多都需要 research 可能找一些朋友 或者上網看看哪一間好的經驗 很多人都選擇私人的師傅 那我之後也是選了一個私人的師傅 我也覺得開心很多 It is a luxury here to learn how to drive It is expensive 你也要預約大概1萬的港幣 香港沒有特別要求你要學多少小時才考到牌 but it's funny because online 在運輸署的參考稅據 他們建議學生接受30小時的路面駕駛訓練才好學牌 and that's crazy because the price girl like that's expensive 我那時候學的時候 都是大概800多元一課 我們當800元一課來計的話 800成30 是要24000元 我覺得是因人而異的 其實從考之後 可能你學了這麼多小時 都是這個數 每個人都說 筆試是不是很簡單 他不用溫書 錯 筆試雖然只有20條題目 但是一定要溫書 因為他們的問題都比較特別 Here are some examples which kind of tire should be equipped on the same axle in an emergency stop a 10 meter long skid mark on a dry road surface in the case the traveling speed is likely to be 所以他們這些問題是很specific 不是一些只是logical的就知道答案 所以一定要狂做mog exam 有很多apps可以讓你選擇 都有一個網站 我那時候是不斷重複做 就是死背了 其實 你坐了四條就當不合格 不要輕易試過筆試 一定要溫書 不斷做mog exam 路士 香港考路士有兩部分 排車和路士 parallel parking 和3 point turn 考試每個人都會緊張 何況路士在一個路上開車 當然會緊張 但你一定要嘗試 relax mistakes happen when you tense up when you panic 嘗試 好大一口氣 and relax just remember that you are prepared and your body will take over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break needs to be smooth your gas everything needs to be smooth 你緊張到震 你根本就 you're setting up yourself for failure 很多人都說了 如何開車 how do you stay within the two lanes 我有一張提示 也有個朋友分享給我的 你開車的時候 你會看到中間是有條黑色的線 你可以想像你對左腳 和那條黑色線平排 你就會自自然 你會永遠留在那兩條線裡面 尤其是轉彎位那些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helpful tip 當初學車的時候 很緊張的時候 我也是假裝我是我的friend 就是一個開車很厲害的friend 這樣也有幫助 你在說服自己是一個車神 你自然就有些自信 你就相信你是可以的 yeah 好了 那到考試了 第一我覺得穿衣是很重要的 要穿得得體一點 formal一點 可能男生穿一些襯衫 不要努力穿短褲 拖鞋 相信你的老師也會告訴你 學車和考試穿同一雙鞋 我就是穿一雙波鞋 這樣的控制 就比較把握得好一點 第二 politeness 記得要很有禮拜 一看到那個考官 那又不用這麼大聲 但就要記得很有禮拜 這樣跟他說 早晨 smile I know you're wearing a mask now probably but you still gotta smile body language is everything Don't show that you're nervous cause then they'll be like you can't handle the road 另一個提示 我的師傅告訴我 就是考試的時候 路線是個考官提供給你的 就是轉左轉右 當他給每一個支持你的時候 你都需要回答 好的 好啊 OK 還有我記得我考的時候 我是不斷地左右前後往 但是他也會有剃到我 網得不夠 so yeah you just spaz spaz and keep looking around 可能有時候大動作一點 我很特意地周圍網 to show that you know you're aware 新牌者開車的主要事項 好了 考到車牌 如何踏出第一步 駕出去路面呢 我覺得得到P牌之後 不一定要馬上開車 也可以等一年 safely get your full driving license before you start driving but if you're like me and you're impatient 就可能以下的提示幫到你了 第一呢 你可能找一個靜靜的路 開始駕駛一下 駕駛一下 因為你發現 平時學同在外面 是很不同的 parking you only learn parallel parking you don't learn other types of parking at all 也可以找一個有經驗的人 坐在你旁邊幫你 我一開始駕駛的時候 我最怕其實就是當室路 和看google map 但之後呢 我會發現其實你轉錯方向 不是世界末日 因為香港這麼小 很快就可以redirect你回到適合的方向 所以不要panic 我覺得香港最高難度呢 都是泊車 因為絕大部分香港的泊車位 是超級窄的 香港就是地方小 泊車啊 有時候他們都想 fit到多些車 他們是真的駕到很窄 我是見過很多大車 在轉彎位那裡 所以一開始呢 可能駕駛遠一點也好 都找到更容易拍 可能有兩個空位才去拍 那就最安全啦 最重要就是 不要騎到別人的車 我騎到自己的車 我可以騎到自己的車 我可以知道 好啦 那新牌仔 P牌的注意事項 就算是車速限制 超過每小時70公里 你都不可以駕駛快過70公里 It's very slow especially on highways but you never know when a cop come up and you never know when the camera gets you so drive safe 第二啦 在三條或以上的高速公路 你是不可以駕駛快錢的 有時候人們對P牌仔 他們會記得其實 從前都是一個P牌仔 他都會給你耐性 你駕駛慢一點 但有些人就不太好 可能會駕駛你 當這些事發生 你都要冷靜 因為他駕駛你 不代表你要突然駕駛快的 知不知道 You can't do anything and you got this 選二手車的心得 好啦 講了這麼久 考試 不如就講一下 買車的心得 因為我不是在市區 都是我一個很心急的人 I really do like driving 很小時候已經是 對駕駛一個很興趣的東西 很小時候已經想有一個 I don't know convertible 我是pass了10天之後 我就是買了一輛車 當時是我的朋友介紹 28car 一個全中文的網站 我當時已經知道我想要一個convertible 外面的convertible品牌 不是說很多 So I was able to find my car really quickly Actually the guy lives so close from me So I feel like it was fake 當賣家不讓你駕駛去驗車 那你就不要要車 那代表車有問題 他們不想你知道 那我現在的車是一個Benz E-Class Convertible 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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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購買一個第一次的車 所以對 他們有一個狂貨 去避免更新的車 在路上 So that's everything that I know which is not a lot 但是如果你看完這條片之後 合格 一滴 pass的話 我叫J Lu 但如果你看這條片之後 胖了的話 就 所以 說笑而已 肥了就再來一個 不用氣了 I believe in you Alright Thanks for watching Good luck everyone Bye 你好 去吧 味道 你 謝謝 跟阿姆 這樣 你 我